宋慧乔在2023年《百想艺术》大赏中荣获最佳女主角奖。 在4月28日晚举行的《百想艺术》大赏颁奖典礼上,宋慧乔被宣布为电视剧领域的杰出女演员。 她以电视剧荣耀中的女主角获得该奖项。 经过多年来对她演技的争议,被批评单调和肤浅,宋慧乔在扮演一个怀有仇恨和被母亲抛弃, 遭受校园暴力的女性角色上得到了认可。 她在许多场景中的表现被观众在社交媒体Twitter上评价位出色,疯狂。 在今年的《百想艺术》大赏的杰出电视剧《女演员类别》中,宋慧乔击败了4位强劲的对手, 包括金志源电视剧《我的独立日记》,金慧秀电视剧《在钟殿下》, 普安斌电视剧《奇怪的律师》,吴英宇和裴秀志电视剧《安娜》。 在舞台上,她点名了恶毒女角色颜真由林志源扮演, 颜真是在电视剧《荣耀》中欺负宋慧乔扮演的董恩角色的头目。 她发表了以下讲话, 颜真啊,我得到了奖项。 我非常兴奋。 我真的很想拿到这个奖项。 站在这里,我想起了与我一同合作的演员们。 如果没有他们,我不认为文东恩这个角色会存在。 感谢这些了不起的演员们一起合作。 我感谢导演填补了文东恩角色中的不足之处。 宋慧乔也向一直支持她的粉丝表示感谢, 无论她的事业和生活如何变化。 她感谢编剧《金恩书》后者为她分别在《太阳的后裔》和《荣耀》这两部成功作品中扮演了女主角。 她坦言,演戏非常快乐,但也充满了困难和痛苦。 但我想继续演戏。 谢谢你们。 我将在未来更加努力工作。 关于普恩斌,尽管她未能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但她在百想艺术大赏以及韩国其他颁奖典礼中却获得了最高荣誉奖项。